欢迎收看闪耀北极星 我是华官同顾刘晏良刘老师 今天台股中场是刷在平盘附近 那下午的重头戏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台积电的法说会 究竟法说会上外资要关注哪些重点 那么台股接下来又会向上还是向下呢 来各位看同影片 台股下午法说登场 大概整理了一下外资关系的五个重点 首先当然是第三季 它的营收超越财测的高标 那么究竟第三季的获利数字怎么样呢 以及对于第四季 以及明年的展望如何 再来明年是否持续的扩增资本支出 又会扩建到多少呢 以及先进封装的部分 那COVAS这地方看起来是不断的扩产动作 其他像是CPO FOPOP 有没有最新的一个进度可以跟法人们做说明呢 还有明年开始就是两奈米进入量产时期了 那说过目前的一个先进的一个制程 就从7奈米起算 但是7奈米的这个比重已经持续降低 所以未来来讲先进的制程可能不会算7奈米的 而这会算235这三种的一个奈米的一个产品 好最后就是海外的建厂进度 那包括像日本来讲可能要盖2厂3厂等等 那么欧洲的这地方能要称为欧基电 它的一个进度如何 包括美国的地方 它的进度是怎么样 有没有再做一个进一步扩产的计划 这些都是 法人所关注的一个重点 那么台积电呢 在靠近前高之后呢 这地方比较可惜没有越过去 只不过美国的这地方ADR已经率先的突破创新高了 所以可预期的是台积电我认为了 跟进创高的几率相当之大 而且目前ADR的一个溢价高达了十几个百分点 那很明显台股这地方有被低估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法说会之后呢 假设报喜的话 我相信在当天下午的ADR 应该就有不错的一个涨势表现 大家可以做个期待 那么外政微报价的部分 那比较差的大概都看到1300美元 这比较差的 比较好的是看到1500美元 所以平均起来啊 综合起来大概是1400 所以台积电大概以法人的一个整体评估 大概在未来的12个月之内 可以涨到1400 那从现在看的话 大概还有四成左右的一个空间 那单对来讲的话 如果台积电真的可以飙到1400 这样台股市准备再创新高 来大盘 那么呢 大盘最近来讲的话 也悄悄创下的波段新高 我说的地方 月季线重新黄金交叉 代表说这一个中段整理已经几数了 整理两个月整理结束了 再来季线扣底值 目前在这个地方 接下来要向下走 所以季线准备向上翻扬 正式行为支撑 所以之前我在10月初的时候预告过 从10月中过后 接下来到12月明底 应该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多方公式期间 所以这时候呢 如果这个地方你不先把握后面台股极有可能就要冲去创新高了 那创新高情况之下 你到时候才进场的话 就很多股票你都被迫要买在贵的地方了 那么昨天期货结算之后呢 外资净空单一口气大减到只剩下三万两千口 我减了大概八千口左右 代表说呢 外资昨天呢 刚好搭配到 S某的一个财报的利空 刚好顺势赚了一点 钱之后呢 并没有做一个转仓全面加空的动作 而是趁势的回补 那面也开出来大概三万两千口 都算是一个经济来看 算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水位 所以代表说外资其实 从这心态来讲的话 他并没有看坏台积电的一个法作 否则昨天来讲的话 他应该不止压低结算 而是顺势的做转仓动作 应该维持在空单大概四万口左右 但是却没有 代表说其实外资的一个心态 应该是比较偏多看待 好的所以呢 接下来台积电法说会 如果表现得很好的话 大概就是先补这个空方缺口 之后呢挑战历史高点 来那么两奈米的部分 我说过两奈米要使用的是黑科技 金贝供电技术 未来走向的是 各位看到爱米时代 那这部分来讲不止台积电 包括Intel三星都要使用 那这差异性在哪里 传统来讲从正面供电 就像你家的正门口一样 有鞋柜啊 有一些什么打扫用具啊 什么等等的 正门口一大堆东西啊 可是呢如果你家是后门的话 后门通常来讲比较空旷 没有东西嘛 好所以呢 传统来讲正面也太拥挤了 然后呢你要从正面供电的话 你要经过层层的关卡 那么每一层都可能造成人量的一个损耗 或是电力的损耗 所以呢变成是它的一个效率没那么好 那外来讲如果提升效率呢 就从背面 来做一个供电动作 当然背面来讲的话它是什么都没有 所以必须你要提供它一个承载的晶圆 包括你要钻孔 你要埋线 埋电轨等等 才有办法通电 所以呢各位原本来讲是正面 从正面供电 之后呢从后面的地方接上去 然后呢进行供电动作 那目前这个技术呢不只台积电包括Intel包括三星都在努力的发展当中 所以摩尔的定律来讲已经持续被打破就是因为有不断新的技术来做个 做个一个研发出来 那么中砂呢它除了本身来讲有再生金源可以转做所谓的承载金源的题材之外 它本身也是很重要的钻石碟就研磨金源的这个钻石碟 这个零组件的重要供应商 而且从进入5nm开始之后它的比重是持续拉伸 5nm的时候大概是50几% 到达3nm的时候已经工货7成 2nm 预估啦至少工货是8成 甚至拉高到9成都有可能 所以呢它的骨架 之前在三角收裂的时候跟大家做报告 那么在前天正式的 长龙棒 掌停板突破之后昨天小幅震荡今天马上再创新高了 另外呢你要在金源的表面做一个镀膜的方式 有两个方式一个是 物理的方式一个是化学的方式 化学方式像是原子层层机 那就是物理气象层机 透过这个方式才能够在金源表面上 去 去镀上你想要的东西把物质给放上去 那过去这样的设备呢是 把持在像是美国印材啊或是欧洲跟日本厂商上面 但是呢天虹的他的 他的老板就是来自于他的董事长就来自于所谓的印材 副总出身 那他们也靠自己的人力研发出了相关的设备 同时这个设备呢最近来讲也开始获得了欧洲大厂的使用 所以代表说他们的产品 良率 或是他的技术品质已经达到了欧洲的要求水准 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支持 那我相信未来讲台积电真的需要这个设备的话也应该会转到一些 订单在他身上 所以 听我来讲的话会看到那股价这地方是一个W的景线 景线大概这个地方过去之后开始做一个 缓步震荡 早上再创高353块钱 那么景线守稳之后未来都有持续向上攻的机会 那么最后一档 所谓两岸米概念股呢就是盛阳半导体同样是做再生晶圆 因为他有做晶圆薄化的部分 那这地方来讲是命到三角三角应该说命到一个上升旗形的情况已经收敛到尾端 那么也极有可能未来要随时做突破动作 所以其实我们跟大家报告的这些股票来讲 都是在台积电接下来你要重视的一些这个族群 因为相信COVAS不管是万论 万论啊或者是星云来讲我们去年跟大家报告的时候都标了一大段了 然后FOPOP、CCOPO也都是涨了一大段 那么两岸米相关的股票有经过这件整理形态打出底型之后我认为是大家可以持续关注的一个焦点 好再看看鸿海的部分 那鸿海来讲 当时这地方请大家做一个出场的动作压怀的地方高大家外资卖不下去请你买回 那这地方重新打第二只脚之后呢 各位上来突破紧线之后开始逐步的向上走 因为我们这线向上攻 那么已经来到了今天最高是209块钱 那么法人来讲 今年大概估11块到11块半 明年大概估15到16块 所以其实他过去的本益比大概 大概9到19倍 所以其实 算起来的话我觉得目前来讲问的法人都给到个譬如250、260、270 现在看到300的为什么 就是因为明年的获利有些大幅度提升 那大幅度提升的 原因就是因为他拿到了整个 Blackwell相关的订单 里面大概有三种嘛 一个就是B200 那另外就是主为GP200的N1L36跟72 他这三种他都有 获得可以生产的一个条件 那目前当然是以最高级的N1L72是他一个主力的供货项目 也是回答主推的一个主态 那另外N1L36提供部分客户做客制化 这部分暂时先由广达做出货 所以来讲的话目前他们是 黄海广达是各出货一部分 好那么呢 他在客户的时候已经表示了 N1L72那目前大家有没有担心 可能会延后出货 他说没有没问题 11月生产 12月开始交货 因为主要之前出问题的部分是在客制化N1L36的部分 好那为什么他可以拿到这样的订单 或是他可以拿到这么多的大单 就是因为他的伺服器零组件自制率超过了8成 那很多关键零组件像是NBLink里面的交换器呀 或是里面的一些连接器 连接线或是他的一个什么基板 等等他都自己生产 所以呢因为自制率高 所以包括像水冷的部分 快接头啊等等分期管 这些水冷套件 他都有自己生产的部分 所以他的缺料缺的情况会比较 没有这么严重 自然可以加速生产的一个进度 所以呢鸿海来讲话 过检线之后呢持续向上走 非常有机会挑战之前的高点的 好那么呢鸿海先涨之后科技日 的时候他还展出了100多种的零组件 他就像跟大家报告说他们的来讲不要说他们只是少做 只是纯做代工 他们在生产关键零组件上面也是非常努力的 这样子才可以让自己的代工的一个事业更加的蓬勃 所以呢 他的一些子公司大家也有时候开始往上涨了 那也算是各自有他们的题材 财报来讲不怎么样可是有各自搭上的题材 像他们在鸿海在那个 科技日时候从下涨出了有关于玻璃基板相关的这些东西 所以其实大家不要以为 他的基块跟他没关系 不 玻璃基板相关的这些 东西他其实有在研发当中 好 那么呢正达 来讲就是鸿海集团里面 负责做玻璃的 那他本身有做到导电玻璃的这一块 那么股价呢一样突破颈线之后开始 慢慢的往上涨 这种形态其实跟现在鸿海来讲非常的相近 包括光红也是一样他本身生产只是LED的精力 然后精力部分 可以转做所谓CPU系光子上游做使用 所以股价呢也是 因为我紧线之后呢一开始 开始往上喷了 以及机械的概念股阳城 那么鸿海未来的GP200要在哪边组装就在墨西哥 那可能在对岸包括台湾生产部分领组件之后 转送到墨西哥 在那边进行组装然后直接往北美做交互 这样子是最迅速的 那么在未来盖这个GP200相关的 自动化产线里面 他的指购是阳城就有接获得一定的一个订单加持 所以呢 他的一个部分来讲也是越过紧线之后呢 最近也的纹线一路的往上爬 那当然今天来讲这些 个股多少有些震荡 但是呢向上趋势是 是不变的 目前的价量 也没有出现所谓的败比 那接下来接下来的部分 接下来讲他是 本身有拿到低轨卫星相关的这个订单 另外呢他是做网通的 像是WiFi 7呀 或者交换器的题材他都有 那目前来讲 NBLink交换器 应该是由FI做一个供应 那未来如果在台湾这地方也要生产的话 那我觉得建汉来讲是有 极有可能 从上面分的一些订单的 这是大家所期待的部分 那在这一块呢是不确定 那已经确定的部分是他的 本业正在努力的改善当中 他的董事长过去来讲是 矽谷之名的创业家 然而2008年呢 被找来建汉之后呢 那开始 2004年 到2018年来讲 把建汉带上了一个 运运非常好的 的一个 发展 之后呢 那建汉离开之后呢 建汉开始走下坡 所以在2022年他又回来了 回来之后呢 那也开始做一个 利金图治 开始帮建汉做一个 努力转型和规划 我来讲 从消费端走向 企业端 毕竟企业端的竞争 是比较没有 那么激烈的 而且他的订单的利润 也是比较稳健的 好那么呢 既然来讲的话 第三季本业啦 从他一个 寄争 营收寄争三成来讲 应该是转货为盈 非常有机会 然后加上呢他有出售 台阳的处分利益 贡献进来 所以到时候第三季 公布的一个 所谓 获利数字应该是 不会让大家失望 所以股价来讲的话 这个地方呢 压回到前波低点的 景线之后 获得支撑 重新转强向上 那只有可能在走向 一波新的攻势 后面的 这不一样来讲的话 量如果补了出来的话 前高应该是非常有机会越过去的 加上他的一个长线还在 低档位置 那具备转机性 又具备题材性 大家可以持续性的做一个关注跟把握 好但是另外一档就是他所以高价的 不在低价里面 就是六四五个讯星 这一档我在TikTok上面有跟大家分享 除了低价的介绍之外 这一档讯星呢 其实他有CPU相关的题材 而且呢他已经是 博通的相关供应链了 那这地方他走向一个三角收链的情况 这地方整理到尾端了 那今天是大涨了7% 重新往这个向压力线做靠拢 那么在明天就极有可能开始做突破 所以很多好股票呢我们会 继续跟大家做分享 记得我们节目要每天的 关注下去 好再看一下我们的机壳 成平店 这两年错的时候我就说我们掌握的消息是 大家知道他是机壳零主件 那我说他从机壳走到机壶 从这个少部零主件走向一个比较 大型的 这部分来讲他的一个利润率 或他营收就带动上来 那他的主要客户 之一啦 之一其中一个是什么 是唯一 那样是谁就是 广达 那广达GP200 他的机贵的零主件来讲 就是成平店有做一个大量的一个工艺 所以呢各位看到 他从 传统机壳零主件正式转进了所谓的水冷的部分 这部分利润 水冷机贵的部分利润高 营收也带上来 所以各位看到他的财报其实是不断向上 那反而预期在今年明年来讲 他的货利也是会三级跳 当时股价是不到60块钱 那今天来讲已经多了一个1 已经多了1 159块钱 已经标了大概1.6倍 将近快1.7倍左右了 所以现在这种股票来讲 目前价量也都没有失控的情况 那假设真的明年有机会抓到7块多 反而有人估到7块8块的 那你目前 台股的位积来看这个本益比都还不算到很 很脱离 脱离现在的一个评价 所以外来讲我认为都还有高点可期 好再来呢这一次来讲的话 GP200算是第一个什么 第一个采用水冷的这个机柜 当然在传统的像滴锐这种等等的零组件 他的散热还是要靠风扇 但是呢后面来讲每一个 GP200后面来讲都有接上一个 这样接上这个25度C的这个水 的一个液体 接上25度C液体来做一个 循环散热的作用 那在达到相同解热的情况之下 其实气冷来讲需要比一冷 要具备更大的散热空间 所以假如不用一冷的话那当然你要气冷的话整个机柜变更尬台 那所有的云端中心他们 也必须要找更大的场域来建制 那其实是比较不切实际的 包括他们这个 气冷散热能够达到的温度临界值可能大概都是 都是比较有限 所以呢必须要 透过一冷 这是外来讲要走向沁默式一冷的方式才能够 去符合未来伺服器这个 发热功率越来越高的一个情况 好那就是他一个 目前是走向开放式一冷的 大概跟比传统来讲的话多了像一冷版模组啊就随冷版 然后冷却一分被打远CDU啊跟分期管等等 这部分来讲台湾很多厂商也开始在切入 尤其是在 CDU这个部分来讲他是很多厂商有积极想介入的 因为这块目前来讲是以国外厂商供应为主 可是呢我们台湾厂商也 也希望能够在这一块分一杯羹 好那么冷却一的会从CDU这边送出来之后呢也在冷气管进入系统 然后呢 然后呢流入冷却流入上面的这个一冷版上面 然后吸了之后呢 吸了热冷之后水变热嘛然后再流排出去 然后往下流 然后呢再吹风扇把它降温 所以就是水进来 吸了 流出来降温 然后再循环不断循环 这就是一个整个 整个开放式一冷的一个循环的一个 一个 系统 好那么里面 台湾来讲的话目前最受惠的两间厂商应该是双红跟所谓的奇红 一个是GP200 狗要供应像水冷板 虽然我主要供应的是这个分期管的部分 好那分期管的部分可以看到它其实股价来讲经过整理之后这个地方已经 刚刚突破下降压力线 可惜这地方量后面没有再补上来 所以后面如果有补量的话我觉得比较有机会往上工 他出了一根量之后后面的人也归下去了 不过是有机会向上走的 那其中来讲的话是准备突破下降压力线 他主要是公布水冷板 拿到五成以上的订单 因为他的子公司6805这地方有在开发快接头未来可能就是直接 导入所谓的GP200做使用 所以大家可以一併留意他的子公司6805的富士达 好各位看一下 他下降压力线转强度突破同样的量不太够量补出来的话比较有机会 然后富士达部分大概税收费是见准的地方 见准来讲因为过去修正比较低啦 机器比较低那这地方已经率先做一个突破下降压力线的部分 那 大概GP200相对而言 过去的H100而言 他里面所使用的风扇是比较多的大概是两百六七十个左右 所以呢同样出一柜我是出H100机柜还是出GP200机柜 都是 风扇整个一个使用量或是得到总金额就有差 所以当然利润来讲也是有影响到 所以呢目前看见准来讲是有一个低档的优势往往上爬了 好 那其他的各位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面你要注意到就是冷却液 今天先不跟大家过一个揭晓就是你要注意冷却液 冷却液的东西目前台湾大概比较难介入所以才是由美国的为主 那冷却液的来讲也必须要使用是环保无毒的部分 否则未来在 在企业的环保和企业的社会责任上面 可能会无法 过关 所以冷却液的部分如果有办法搭到厂商应该是很有 大有可为 这部分其实台湾厂商已经有人在做一个代理的部分 那这部分我今天不揭晓等它开始正式的冲出去过高 我要跟大家做一个开牌 那想跟上的直接跟上我们脚步是最快的方式 好那各位 股市的其实就是一台提款机 每天都有新的机会 但掌握到了市场上的主流 掌握到市场上资金的流向之后你会发现很多股票 他就是可以 一波一波的往上涨越垫越高 那当然你要像 像复制一下 成名店都涨一倍多的也都是非常有机会 重点是你要挑对股票 你要跟对人买在对的时间点 那么每天都有新的机会 接下来股票 希望各位可以低时间把握 赶紧加入LINE 然后透过LINE来跟我们的专人做联系 这节目就在这边 感谢大家收看 最后各位 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华冠投顾 首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顾 1211尽管头部新字第015号